不過技術走勢上見到保力交通道 其實恆子就貼近底部 好,你預期恆子 接下來會在什麼水平上落呢? 或者如果向下看的話 跌到什麼水平會有較大的支持呢? 現在市況剛剛提到 似乎恐慌情緒都還比較高 特別外圍都是美子跌 所以恆子港股短期裏面再試回 例如之前下去晚九點 又或者可能再輕輕示範之前的底 都有可能 所以你說現階段要猜那個底位在哪裡 什麼位置真的有個很大的支持 暫時是難一點的 但是我都相信 即使你說這一段再探底 做第二隻腳都好 那照計你說進一步向下的空間 應該就不是說很多 固然你說現在人民幣方面 有一個貶值的壓力 這個也是無可口非的 因為見到中美的那個息差 都開始有一個倒掛了 美國息都開始高過中國的債息 所以變相你說 離近的錢 由人民幣資產 留回去美元資產 就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始終對於內地政府來講 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也都有很多工具來做事 所以你說單單靠前天調低那個外匯傳准率 令到穩定人民幣 只是其中一招 還有一開始都可能用一個力度 比較細小小小 但是如果你說 接下來見到人民幣對美金的匯價 再跌到去比如6.8 甚至乎之前都試過一些低位在七算以下 那我相信它干預的力度會更加大 那到時你說人民幣會不會再有一個很大幅的下跌 這方面我有些是保留 那再加上 當然你說人民幣跌對於港股來講 就一直 就是一般來講 都不是好事的 那所以短期裡面我都認同 就說整體那個恆子 特別裡面一些中資股 相對可能我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說看過支持位剛剛提到 那可能初步我看回 真的一萬九千點都有機會會見一見 那如果你說一萬九千點都守不住的 那你說下面再試回去之前的低位 一萬八千三左右都有機會 那但是我想強調就說 如果接下來的市 真的再試回去之前的低位 或者下回去一萬九點左右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做一些吸納 那當然這些位置撈貨 就不是說車網你一買 就即時市會大升 或者你問我什麼時候市會有很大的反彈 或者是回升的行程 就很難回答你 那但是如果你說一個中線 譬如你開去是半年至一年的一個時間 其實這些價位去買 或者說一萬九千多也好 一萬八千多也好 照計都有一定的直播率 那因為如果這一段 當你的疫情是慢慢消退 當市場開始消化美國那個加息的因素 等等 那你說港股接下來彈的 可能彈上去 譬如兩萬三兩萬四 就一點都不出奇 那所以你說在一萬九千多 一萬八千多這些位置 開始初步去收集買回貨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策略 解釋了